大家好 我是李宗达 欢迎来到宗旨表达频道 今天我们很荣幸很高兴 邀请到中信投信 即将发行一档新的ETF 那就是半导体的上游ETF 00941的基因经理人 叶松炫 炫哥来到现场 大家好 那我想有几个问题要来请教 我们炫哥经理人 首先就是说在过去这样时间 因为台积电是护国神山 它占台股的权重高达三成 所以它洞见观瞻 我们台股言必称台积电 马首是瞻 那么在全球 开玩笑 二月中旬这一段的行情 从美股到台股叫做全村的希望 就是看着这个NVIDIA 挥达的财报 甚至我已经看到外媒 把NVIDIA挥达这个财报 定位成等同于美国联准会的会议决议 哇这个是这个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我们所有的投资朋友 可能脑中台股就是看台积电 美股就是看NVIDIA挥达 但事实上整个半导体 不是只有这两个超级天王巨星 它应该上游也是满精彩的 至少我个人知道 它有包含像材料 还有设备的这个制程供应商 那这一块应该也是未来 在中信投进这一档0941 要锁定的一个标的 所以我想请炫哥帮我们观众朋友 投资朋友先来做一个说明 就是到底这个半导体的上游 它是怎么回事 也期待说我们投资朋友 有一些对这一块的产业知识 来做您后续是否来投资的评估 所以针对半导体上游 跟我们观众朋友来略做一个解释 谢谢 好我们很简单 这个道理等下可能大家都很容易理解 其实晶圆代工 其实就是接IC设计的单 那我们以台积电为中间 出货给台积电的就叫上游 然后台积电出货出去的就叫下游 台积电就是中游 所以这很容易理解 是是是是那如果我们刚刚谈的是针对台湾 那假设看全球这一块呢 其实其实一样哦 台积电它的供货商不是只有台湾的厂商哦 其实更多来自于海外的厂商 是是是 所以海外跟台积电这边有一些商业合作的 也是被界定成您这个相关的投资标的 没错 是是是是 那这是我刚刚所谈到的 这一整块的半导体上游 它包含以我们所看到的晶片为主 因为它是有广泛的应用 我们这里往前来看 它包含这个物联网 那我们电动车 那各位已经很熟络的智慧型手机 那过去这一年多 非常这个强势表演的AI 所以它是一个广泛的运用 那估算到2030年了 根据智库的评估 全球半导体的市值 应该会高达1兆美元以上 所以以台积电为首 刚刚我们宣哥所谈到 台湾它整个的连结放眼到海外 这就是这一次中信投信0091 半导体上游ETF的一个主要的标的 那它事实上我跟各位报告 它也是全世界跟全台湾第一档 半导体上游的ETF 这是它的产品定位 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 因为过去这两年 其实ETF在台湾是大家很热爱 它是一个投资显学 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支持 每次只要谈到这个高股息 或者是债券的ETF 都是很高的一个收视点阅 那我们就要提出一个问题 就包含众议同学本身 其实在这边也都有琢磨 那为什么在同业 现在在高股息跟债券ETF 这是一个热门的商品 会架构这个所谓的半导体上游 这个产品设计想跟目前市场上 有的做出区隔 那到底一开始中信投信 固化这个商品 它产品的设计初衷 它的理念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就这个产品面的诉求利基 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 好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 真的是切众核心 我想我们先回到去年12月 我们台湾其实资深的半导体分析 是陆行之 它给2024年半导体就给一个字 就标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问号很多 因为去年都长成这个样子 2020年 那今年开年以来才不到两个月 大家有感受到半导体在标吗 有 是因为半导体现在走到现在 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 新旧应用的一个交错时期 我们讲半导体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把它定义成是 成熟制程加传统封装 是 是 那走到第二阶段呢 是先进制程加传统封装 是 那这个呢 第二个阶段在去年的上半年 已经结束了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先进制程加先进封装 对 那先进封装这个领域呢 其实大家都知道台积电有独门的技术 是 可是当时在 技术研发出来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有材料跟机台 对 才能商品化嘛 是 那当初台积电当然也是找他第一线的配合厂商嘛 是 可是这些配合厂商都觉得这个开发成本太高了 对 不愿意参与 这个时候有人趁虚而入 其实就是日本 是 日本透过国家力量大量补贴 还有日本的这些厂商愿意砸钱 与台积电攜手把他商品化 是 所以呢 在先进封装这个领域 日本的市占率是非常高的 是 好 那我们当初呢 为什么要设计这种产品 是主要我们看到的这个趋势 将来AI的晶片都要走先进制程加先进封装 是 好 辉达先下了 对 后来的那个 TPU 也跟着下 好 所以以后AI晶片大概就只能走这条路线 那日本呢 其实就会藉由他当初 你要说堵住也好 或者是他厉害也好 看到这个趋势也好 反正日本在这个领域呢 是独占凹头 那走到这个交错的时候 就是办法应用交错的时候 其实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就是说可能我小时候 二三十年前 光就是那个储存产业 非常的看好 对 那主流是光碟片 对 那USB刚刚冒出头来 对 那那时候如果你看好储存产业 你去压光碟片 大家想看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 那现在一样 半导体的AI应用在崛起 对 那 非AI应用呢 其实大家 大家就是属于当时的那个光碟片 那这个有一个 很多人问我就说 那个半导体的库存去化速度不是很好 变成说他不太敢碰半导体 这个就是用光碟片这个例子 当新的需求都往新应用去的时候 你旧应用的库存 当然去化速度会慢 甚至到最后有打不掉的风险哦 对 所以现在大家如果要投资半导体 要站对边 对 那半导体的旧应用 我举个例子 其实成熟制程就是标准的旧应用 是 因为跨不过来 还有另外一个 大陆现在对成熟制程的掌握度 极高 对 那大家有一个印象吗 只要大陆会做的 那个市场肯定是杀到片甲不留 对 我们来数数看 太阳能 对 LED 电动车 现在成熟制程 其实大陆已经进来了 对 好 那在新应用崛起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特殊现象 对 就是上游吃肉 下游喝汤 对 因为你站在最上游的制高点 你的产能 你要调配给新应用就应用 那本来就是你决定了 是 可是你在中间这一段 你本来跟AI无关了 你要说我明天就要跨入AI 那不可能 对 那个可能逐渐 就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对 所以我们就是看到这个新的趋势 所以才去设计这档上游半导体 是是是 感谢炫哥的说明 我稍微补充一下 刚刚有提到这个 陆行之半导体分析师 在业界跟他在外资圈 齐名的是陈振化 当年叫做联发科王子 就在这几天我也针对这个议题 跟他请教 他说往前看五年 台积元在全世界是没有对手 那重点来 他凭什么能够确保至少五年的竞争优势 其实就是呼应的 宣哥刚才谈到的 这个先进封装跟这个先进的制程 如果我们套用 古城法案巴菲特的投资逻辑 叫做互乘和优势 我可以这么讲 先进封装 先进制程 就是台积元 现在在全球洞见观瞻 最受瞩目的一个互乘和优势 可是呢 台积元真的有到那么厉害吗 有 可是你要去思考 后面是什么 是军火库 也就是说 他是最后的那个成果 背后是什么 其实刚才宣哥有带到 这里面可能有日本这里相关的 材料啊 设备 那必须像这段台股里面看到的 Coors概念 有不少投资者朋友 我们在第一线办说明会常来问我 Coors其实也就是在先进制程里面 我把它叫做军火库跟军火商 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台积电 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企业 它背后其实是一连串的相关的厂商 而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档00941 它未来要去布局 可是我们习惯看的是台湾这个角度 那我跟各位说 大概从去年以来 日本基金跟ETF 在台湾也受到很大的瞩目 可是你去看里面 大涨的除了是军工这个山林中工以外 另外一档很具指标股的 就是东京威力客创 而这个东京威力客创 事实上就是未来00941 在日本那边的布局重点 所以我期待就是我们今天两位在这边 节目所做的说明 当然目光就不要只有台股的半导体 只有台积电 那美股就是NVIDIA 其实日本曾经在1990年 是全世界半导体的重镇 那至少到今天为止 我们所看到在日本半导体 它上游的这个材料 还有设备的供应商 是全球很顶尖 还有个不能忘了 台积电能够有今天成就 背后有荷兰的艾斯摩尔 它是光刻机EUV的部分 所以你就把它想像成 我们所收入的台积电 已经很长的时间大家都习惯 但今天我们把它范围稍微扩大一点 跟台积电整个全球有结盟的 有商业合作的 它背后有荷兰的指标公司 有刚刚我们两位所琢磨很厉害的 在日本在半导体的这一块 当然台湾的这个部分 稍早待到先进封装先进制成 也都是要缴 所以就说除非你觉得这个未来 不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脉络 但是如果你有认同 因为晶片已经信入所谓的新世代 就是晶片 新世代 这新世代里面很多实际的运用 那往后几年可能度过了 这前面两年的库存调整 照台积电法说 今年是进入到一个健康而成长的年 而预估越往后面到2025年 我们刚才所谈到了包括这个AI 电动车 那么物联网 智慧型手机 很多实际的科技商业应用 它都得用到晶片 而这里面所串起来在 半导体上游的这一块 就是这一档00941 它要布局的一个标的重点 我想顺着宣哥的谈话脉络 给各位再做一些补充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针对 时间点 我们知道从去年大概第四季以来 美股跟台股的大涨 背后期在反映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就是历经了将近两年 联准会21码的升息 那么升息趋近尾声 我们有机会在今年2024年迎接降息 那市场对这件事情有预期呢 它就开始反映 开始上涨 就今年会降息 然后降息到一定的码数 但到这边从美股到台股 其实都是一个 比较高 比较贵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就要请教第三个问题 这很关键 时间点的拿捏 整个产业是对的 逻辑是清楚的 标的我想也都是指标公司 这个都OK 可是时间点 在这个历经了 从去年第四季以来 以AI办法体为首 美股跟台股指标公司的大涨 此刻还是一个合适 进场去布局0094亿的时间吗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要问的 再来就是说 后面的投资操作策略 这个要怎么做 我们看好 但是每个人在他的属性 有他相关的评估 每个人的风格 所以可不可以请经纪人 针对时间点的拿捏 还有说贵宾朋友 投资朋友 如果你要投资这个标的 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 投资策略上又该怎么来拿捏 很多朋友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因为投资毕竟重点就是 你现在点位跟试点 很多人都觉得说 现在位置好高 其实重点在于这个泡沫破过没有 大家想想看这波大涨以来 哪一年破过 2022年 因为去年其实涨得有点凶 大家都忘了 2022年非常痛苦 其实泡沫破过一次 所以2023年它会是一个 新的泡沫养成的第一个阶段 那第二个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 比较少人提到的 但是它确实在进行 就是全球股市正在快速的赏户化 所以价值贫固呢 非常有机会会被边缘化 比如说 现在股市好高 就是标准的从价值贫固的视角 在看这件事情 那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 美国在前年ETF规模正式超越主动型的 台湾是去年 我们预估今年大陆会发生这件事情 那大家知道 ETF背后其实就是散户 那当法人的力量越来越萎缩 因为大家知道主动型的 股票主动型的基金 规模越来越小 每年都缩得很快 所以法人 再也没有能力去主导那个市场 举个例子 以前假设有一笔钱进来 那我A经理人 我觉得好高哦 我会把这笔钱扣住 我不会投哦 那另外一个B经理人 他也有同样看法 价值评估嘛 他也会扣住 那久而久之呢 股票就会掉下来 回归到他合理的位置 对 可是现在ETF 已经在主导市场 这笔钱进来 我如果经理人就觉得好高哦 我钱不能扣住哦 B人金要推出去哦 让大家更有感 台股已经有超过五党千亿等级的ETF 大家觉得整个市场是这五党在主导呢 还是投信在主导 这很清楚啊 所以不要用价值评估的角度去看 点位高低 那另外一个我们刚说 这是一个泡沫 新的泡沫要形成的第一阶段而已 那又有这种革命性杀手级的应用要出来 其实这个会引领一个风潮很多哦 那另外一个哦 我们讲一个 假设今年哦 多头还是很强哦 那这个东西其实有七八年没有回来的 这个有个专有名词叫金髮女癌哦 高低落 那我毕业以来 这是我遇到的第四次 第一次是04年 第二次是10年 第三次是16年 那前面三次哦 有好几次 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历史最高点 继续往前冲哦 那2024年又是金髮女孩这个经济 它典型就是经济很强 那通膨上不去也下不来 这种情况非常有利于股市的发展 所以我们也不能说ETF的资金是盲从 钱永远是最聪明的 它会去追逐趋势 那我们刚刚有讲00941 这个上游半导体 它就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呢就是整个AI的应用 新的正在崛起 对上游最有利 那地利呢其实就台湾 台湾是半导体大国 投资人对半导体 其实相对其他国家是懂的 那人和呢 人和其实就是ETF的钱啊 台湾也有钱去追逐这个 所以这一档我觉得 就趋势上10点上大家不用太担心 是 感谢宣哥 我比他稍微连长一点 我应该是经历过7次的金髮女孩经济 确实在过去的经验值里面 金髮女孩经济样态 是对股市最有利的 是第一个补充 第二个刚才其实各位有做大重点 就是ETF现在在台股里面 是一个非常具有决定性 可是你这样听没有感觉 我来跟你讲数字 目前刚刚谈到那个千亿以上规模 这你怎么加起来台湾地区 现在在ETF 它的规模是达到6千亿 但是国安基金是5千亿 各位朋友你现在理解这个数字嘛 就说整个这些重量级ETF加总起来 它对市场的影响力是超过国安基金 而这个ETF背后是谁 刚刚宣哥讲一个我觉得很精彩的观点 就是它是散户 就是我们一般投资人汇集个人的资金进去ETF 那这个积少成多 蚂蚁熊兵到最后所营造出来的资金的影响力 是超过国安基金 所以呢 可能为什么我们这个节目说 大家去留意ETF 因为它有一些产品的设计 可是另外一个 这是过去前面几年没有 就是ETF现在台股 可能它具有那种决定性的影响力 是超过我们过去熟络的国安基金 或是所谓什么几大法人 这是一个很新的观念 再来一个是泡沫这个概念 各位不要听到泡沫觉得很可怕 不是啊 其实股市就是要有泡沫 有泡沫你才会赚到钱 但是为什么你会怕 因为通常是它已经到泡沫的后期 它很热 你听了之后别人讲 你跳下去 糟糕 正好最后一段 它一反转你就套牢受伤 但是刚刚炫哥用了几次的那个说法就是 如果是一个泡沫在初始阶段 其实你往上走 它是一个主身段 我来跟各位讲个历史经验 上一次美国科技的浪潮 是在1996到2000年 各位我们现在所有看到台湾电子股的重量级公司 都在96年前后 它挂牌或诞生 然后它这一拉拉多久 拉了5年 到2000年 后来美国科技大跌泡沫 这个过程是5年 那再来我们谈iPhone的手机 07年苹果开始架构出来到这边 这整个瓶盖骨的概念是拉了十来年 所以各位不要怕泡沫这两个字 我们只要能够在这个泡沫初始形成的阶段介入 然后要有耐心掌握它一个主身段 那最重要是在它即将泡沫破碎之前 你安然离场 我用一个我很尊敬的前辈 他常讲 他说我们这辈子只要掌握两次 这样的泡沫或是相关的财富重新分配机会 这一生应该就财富自由 那我个人认为 AI所带动的半导体 应该是一个在我们未来 即将要展开一个大的行情 因为我们刚才字眼就是一个大的 最后为丑相一个泡沫的一个概念 而它什么时候出来 其实OpenAI是前年的11月才出来 所以看起来好像去年AI长得很可怕很凶悍 半导体也水涨船高 可是事实上到这里为止才一年多 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界定说 这是一个初始的阶段 那您来参与相关的标的 如果你有认同00941 刚才基金经典的宣哥所谈的这些逻辑 市场的看法或者产品设计的理念 其实是应该来进场 规划做一个比较稍微长一点的布局 掌握它的主身段 对你来讲是一个财富增值积累的一个很好的过程 好那不晓得宣哥还有没有什么 要跟我们闺蜜很有关的朋友来做补充说明的 没有了谢谢 好那就我们今天有三道题目 先来谈什么是半导体上游的产业结构 谈这个00941 它一开始架构产品的立基诉求 最后很重要 大家很关注是不是有点贵了 有点高了还可以进场吗 有哪些要注意的事 或是你如何来操作的一个相关的策略 在我们刚刚的这个节目的两个人对话当中 都尽量来跟各位这个观众朋友 投资朋友来做说明 那我想我们就在这边结束 那如果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投资朋友有认同 麻烦记得不要忘了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跟开启小铃铛 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 也祝福大家 谢谢拜拜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身够钱 应享乐公开说明书